OK 这一开始我们讲一下JEST做单元测试 我们这个实战课和上一门那个我讲的诺材课的最大区别之一 就是加到单元测试这个环节 当然还有很多加到很多东西 单元测试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 单元测试对于我们的不管是开发什么东西来说都非常重要 当然如果我们开发前端的话只做页面 单元测试我们的史上的进行不是很大 因为界面这个东西它不像接口 不像我们开发的一个一个的API和接口这些 它的输出输出并不是那么明确 有些比如说我们的API的输入就是输入一个参数 返回一个数据就好了 或者说我们给您输入的几个参数返回一个数据就好了 但是你的页面输入是什么 你的页面输入是用鼠标去点什么东西 或者说通过一个输入框输入什么文字 然后再点一个什么提交 这个输入区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就不好定义 然后你的输出呢输出更是用眼睛看对吧 点完之后用眼睛看一下它是不是出来 这就更加不好定义 所以说前端这块呢 就借助VUE和REAC的这种MVM这种模型啊 反而稍微的更好了一些 因为VUE和REAC它是用数据驱动试图的嘛 我们只要测入数据 然后相信它这个驱动试图的这个机制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纯前端是这么做的话就不好做 但是我们的所有的用JEST做别的工具也有啊 就是做单约测试是非常合适的 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它的可行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比如这个工具之后呢 你可以做出相对比较完善的单约测试 然后也可以帮助你对系统的稳定性做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OK 那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林小姐讲单约测试及其意义 这个单约测试是什么意义是什么 这个理解也很重要 要不然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干嘛 然后就使用JEST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它到底是怎么用啊 然后做一个小的单网给大家看一下 第三个就是测试接口 测试接口就是我实际演示一下 我们到底遇到一个接口之后 我们该怎么去测它 我们该怎么去应用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实践当中 OK 你先讲一下单约测试啊 单约测试就是说对单个功能或接口 给定输入直到输出 看输出输入不要求 所谓单元测试就是类似一个原子性的测试 就是对于一个单个的功能或者接口 你不仿是一个函数也好 还是一个接口也好 只要是那种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一个的黑核 然后我们给定输入得到输出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输出的到底是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如果想要的结果就过 如果不是想要的结果那就报错 这样就行了 然后需要手动编写测试用力 所谓的测试用力呢 其实就是一段代码 就是我们编写一段代码 然后试图去防卫某一个接口或者某一个功能 然后输入什么输出什么 输出的结果中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预期 这都是用代码来控制的 因为它是单元测试 所以说我们的系统中可能有很多单元 很多单元就是很多单个的功能 或者说接口需要我们每个都编写的测试用力 然后统一去执行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能一次性执行所有单测 所谓单测就是单元测试的一个简称 能一次性执行所有单测 短时间内验证所有功能是否正常 给你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系统功能很复杂 但它单测试写的比较难备 现在如果你比如说 你这个系统中你去新增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新增之前你要先跑一下 现在的单测试是否都能跑过 比如说现在都能跑过 这个系统虽然很复杂 但是单测试做的很难备 你拿到这个代码之后 单测试都能跑过 然后你去开发一个新功能 开发完新功能之后 这个时候你会担心 我这个新功能到底会不会影响 这些老功能 因为系统比较大 然后我也不能说 美好大把都挨着看完 挨着看完 那说明一年之后就过去了 那怎么办呢 有两点 第一点 你要为你新做的功能 编写单测试试 因为你人家老的功能都有 你新的功能不能没有单测试 第二点是 编写完单测试的时候 一块执行 就一次性执行 不管是你新编写的 还是说剩下所有的单测试 一次性执行 如果这些单测试全部能跑通 那证明你新写的功能 对老的功能并没有造成什么的影响 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 就是判断系统稳定性 提升系统稳定性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方式 所以说单测试试 是特别是对于所有的人 对于这种 有简单的既定输出 输出的这种方式 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说 现在单测试试 我觉得也应该是 前段工程化里面 比较重要的一环 所以也需要大家去掌握 而且要知道怎么去用 然后使用JEST 使用JEST 首先我们可以对安装 安装等会在演示 然后有一点说明 就是JEST的运行 必须是一个 .test.js的一个结尾的文件 如果你的文件名 不是.test.js结尾的 那你就没法 被单测试试来使用 所以说大家注意文件名 不管是前面有什么东西 后面都会加个.test.js 然后常用的断言 我们到时候讲一下 其实很简单 断言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讲的 我们判断这个输出 是不是符合我的要求 对吧 这就是断言 然后就是测试ATV接口 这个稍微麻烦一点 但是比如说我们测试一个函数 它没有ATV请求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测试ATV请求 这个稍微麻烦一点 因为它是异步的 而且会涉及到一些请求的创建 一些返回之类的东西 所以说稍微麻烦一点 但是我们的这个实战中 又都是ATV请求接口的测试 所以说我们必须去 要去使用它 好 那永远是 首先还是给大家说一声抱歉 因为上一次讲解 登录的代码又没有提交 这是第二次了 非常不应该 但是我这还是要把这个步骤给补上 要不然的话 大家可能容易忽略 我如果偷偷的提交了 你可能也不知道 但是这并非一个好现象 OK 我们看一下改的东西 惯例 我们看一下改的东西 是不是有一些误改的 好 都是我们自己家 然后我们就提交一下 同理 Commit的规范 要再重申一下 这个Future 比如说增加SessionPage 好 我们提交到Master上去 OK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这个JEST的使用了 首先我们叫安装 安装JEST 同理 由于我家的网络的问题 我还是要把这个东西给沾上 我没有写那个什么 因为JEST它是一个 我们开外汇需要的东西 所以说要写一个 刚刚Save 刚DV 就是现象运行不会用JEST 好 稍微等一下 OK 那 我们 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PatterJEST里面 应该是有JEST了 它怎么运行呢 就是我们需要写这个Test的这个Script 那我们就写一下 首先我们写的时候 要写一个环境变量过去 这环境变量的名字叫Test 就和DV和Production一样 是Test 然后 肯定命令是JEST 后面加个参数叫RunInBand RunInBand的意思是顺序执行 就是说测试用力一个一个的来 别着急 不要一块跑 因为一块跑的话 可能会导致 你没法按部署的输出 就感觉比较卡顿 等等这些 所以说这个参数 我们一般要加上 然后加一个 ForceExist 强制退出 就是执行完之后 我们要退出来 然后Colors Colors是要 分颜色的输出 这样就可质化比较好一些 用功体验比较好一些 所以这些一般是我们在 比较承认的几个参数 然后JEST是个命令 OK 那 其实这样弄完之后呢 我们再去控制台里面 我们就可以NPMRunTest 现在去运行 但是现在运行的时候呢 因为它并没有一个测试用力 所以说呢 它可能会有一些状态情况 然后我们 可以先不管它 我们先自己加一些测试用力 加一些DEMO 试着运行一下 也顺便在DEMO中 学一下我们的测试用力 该怎么去写啊 然后我们看左侧 我们再文件加结构 我们先把这个APSGS关掉 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原码 都写在SRC下面 当时为什么要把它放在SRC下面呢 为什么不把它落在外面呢 因为我们要在外面建一个TEST的一个文件夹 OK TEST的文件夹就是 我们测试用力放的地方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建一个叫DEMO.TEST.JS 大家注意哈 DEMO.TEST.JS 我们说过 必须用这个Huntry 然后写一个图示哈 叫TEST.DEMO OK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 怎么定义一个测试用力呢 我们就用TEST 去定义一个测试用力 TEST这个函数 只要你在这个DEMO.TEST.JS中写 都没有问题 这个函数不用定义 这个函数是JEST 帮我们定义的 这个第一个参数呢 是一个标题 也是一个描述 比如说我们就叫TEST.DEMO.1吧 写什么都行啊 然后第二个呢 是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面就执行所有的测试用力 就执行这个逻辑 然后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断言的工具 就是我们用Expect Expect 就是我期望什么 我期望比如说100.2b 100 这样小孩有点傻瓜式 对吧 我们可以比如说加一个SUM吧 A B 然后 反过A加B 然后 就叫Result 复制成SUM 10 20 比如说我们执行一个10加20嘛 然后 Result的这个值 这个结果应该2b什么 2b30 就这样 保存 大家看我们建了一个测试用力 一个TEST就是一个测试单元 然后这是一个描述 如果我们这么写的描述应该改一下 比如说描述写上10加20应该等于30 这儿我们就用汉字写了 如果是你英语特别好 然后币格特别高的话 你可以这个地方可以用英语来写 其实用汉字来写也无所谓 然后我们执行这个函数的计算 然后最后用Expect什么值 2b什么值 语音很明确 就是我们期望这个结果是30 好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去运行一下 好 大家看 它根据这个文件名的后缀 找到了这个文件 然后呢 PASS 绿色的PASS就通过了 然后通过了一条用力 10加20应该等于30 下面呢 就是它所有的一个通过的报告 OK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结果 还有一个常用的 就是这个2b嘛 肯定有个-not-to-b 就是不等于 不等于比如说30肯定是不等于40 那我们再跑一下 那如果这样写的话 那这应该写成10加20 应该不等于40 那我们就不改了 把它的not删掉吧 就是为了演示一下 -not-to-to-b 最常用的是一个2b 和-not-to-to-b 其实就这几个 好 这就是一个 JEST的一个最基本的应用 和一些基本的段言的一个处理 其实这个地方 我们一个文件中 可以写好多的测试单元 比如说10加20等于30 然后10加20 就这个地方可以再写别的 1加2等于3 然后这个地方改成123 你可以再继续写吧 就消耗多 至于怎么去分配 怎么去拆文件 这个就自己看得办就是了 这是个demo demo完之后 我们接下来会去演示一下 这个HTP server 该怎么去测试 转得 转得 转然后 드�林邓 转偶